日前 西班牙最高法院的法官下令国际刑警组织 以种族灭绝 酷刑 还有反人类等罪名 发布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逮捕和监禁令 虽然中共外交部在2月7号要求西班牙当局能够阻止 对中共前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行为 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诉讼行动 但是西班牙国家法院还是依据着普遍正义的原则 就支持西藏团体所提出的告诉加以处理 据了解 这个逮捕令一旦发出 那么只要这些中共前领导人一出境 就可能遭到逮捕 英国路透社报道2月10号 西班牙高法法官伊斯梅尔·莫雷诺 命令国际刑警组织 发布对江泽民的逮捕和监禁令 另外还下令逮捕前总理李鹏 政法界元老乔什 前西藏党委书记陈奎源 和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 据报道2006年两个支持西藏的团体 和一名西班牙籍僧人 向西班牙法庭提起诉讼 指控包括江泽民和李鹏在内的 中国前领导人 在西藏犯有反人类罪 他们指控5名被告 接其执行让大批汉人 定居西藏自治区的政策 并长期积压数以千计的藏人 予以刑求和非法虐待 伊斯梅尔·莫雷诺 在他的裁决书中说 江泽民负责监督管理 那些直接违法的人 所以他应该对下属 在西藏行使的酷刑 和其他反人权的行为负责 西班牙的法律系统承认 普遍管辖原则 也就是不管什么人 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反人类罪 都可以在西班牙被起诉 很多国家因为经济的利益 而放弃道义上的这样一个责任 很多这样一个趋势 不太愿意去招惹 中国的这样一个趋势下 西班牙的法律 能够抛弃这样一些利益的纠葛 而是从道义 从国际法 或者说从普世价值的角度 对中共的行为 提出这样一个统计 以及逮捕 当然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创举 多年来西班牙法官曾裁决犯有反人权罪行的国际人物有罪 并试图逮捕这些国际人物 1998年智利军事独裁者奥古斯图皮诺切特 就是被西班牙前法官加尔松 以普遍管辖原则逮捕 那么中国政府呢 那么它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那么在收买那个舆论 那么它在全球呢 也在不断打造它自己的形象 那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 对中国的就是 无论是迫害地下教会 迫害这样的佛教 或者迫害就是新疆的穆斯林 还有迫害像法轮功 那么如果这些所有的问题呢 如果西方国家没有以美国为首 那么形成一个比较团结的一个阵营的话呢 那么中国政府我想基本上是不会予以理睬而担忧的 事实上这不是西班牙法庭 第一次向江泽民发出逮捕令 早在2009年11月28号 西班牙国家法庭已作出裁定 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 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 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 西班牙国家法庭在历经两年详细的搜证调查后 伊斯玛尔雷诺法官在2009年11月通知人权法律基金会 法庭同意根据诉状内容 受理起诉被告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等重大罪行 据了解中共自从1999年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迫害 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上先后控诉了30名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 其中被控诉最多的是发动机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